那么你觉得说现在 我们刚才谈了很多 谈了很多国盟巫统的东西 那么花一点时间来谈 因为还剩下一点的时间 就是说你如何看待西盟 那么现在不少的西盟支持者都认为说 西盟现在是时候换掉他们的领导人了 认为说安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几次都没有办法改朝换代 那么同时行动党也要开始让新的领袖来接棒 包括安华跟行动党 那么你觉得说现在会不会是 西盟也要换他们的领导层的时候呢 绝对是的 但是我看好西盟里面有很多领导 是绝对有本事带着马来西亚往前走的 我举个例子 陆兆福 杨美宁 杨巧双 还有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马来西亚开始注意到 大三角的国会员沈志强 不是共产党的沈志强 是民主行动党的沈志强 Steven Sim 他在行动党里面 马来西亚最支持的一个行动党的领袖 就是这个Steven Sim 他就是努力的帮人 而且他的贴文的90%是用国语来做 当然他词举会令到 如果被逼用那个字 可能行动党也好 可能其他的滑稽政党都有 滑沙 阴沙 肯定是受到滑沙所排斥的 但是那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他先走一步 他先挺进一步了 然后这个穆达的塞萨迪呢 可能个人是非常非常欣赏 他那时候20多岁的孩子 在当部长的时候还好 但是当反对党的时候 做得挺挺 挺不错的 挺让我想支持他的 然后这个其实陈信党 我看得不出有什么 做办法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我是民主行动党的秘书长的话 我肯定不要放下我这个权力 我有这个权力不是当部长的权力 而是跟其他政党交涉 扎的权力 因为我也有官司在身 我也怕 其实很多有官司在身的 因为我本身是律师 有官司在身的人呢 本来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一中了官司之后呢 他的行为 他的想法 态度全都不一样了 我认识的人也有藏上官司的 然后我也当他们的辩护律师 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所以身上有缠着官司案的人呢 我们不能再把他以前怎么认识他 怎么认识他 那边看了 他怕 肯定怕 如果蓝志锋 蓝大哥 你被提控 然后如果是最诚要坐牢一年的话 你告诉我你怕还是不怕 你会不会查办布施 一醒来的时候就在那边叫头 所以我因为本身是说 刑事辩护律师呢 所以对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只要是有被提控 而且是要坐牢的话呢 会有一些少许的那个惋惜 跟少许的可惜 不管是纳吉也好 不管是林冠英也好 所以呢 你要这一般人放下 他们的手中大权 你有什么东西来回报他们 在英文说 What do you have to compensate them to re-increase their power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没有理由 我希望 我希望西蒙要换掉他们的领导层 但是我觉得他们 应该不会这样子做 这个可能就是 民意跟党意有一些落差 就是经常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就是人民希望你换 但是党内的人 或者是那些在位的人 又不想要换 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多但是 不能 vig告 优优独播剧场 OBSERĂ 就算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OL CANU DN 雅 об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